土豆馅的饺子吃没吃过 土豆馅的饺子在蘸酸奶你吃没吃过 猪肉馅的饺子蘸蜂蜜你吃没吃过 没错 可能你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这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那都是美食 你再仔细看看纳斯加喝的这碗粥 那是一滴的水都没放了 那是用牛奶熬的粥 完了还得往里放两勺的蜂蜜看俄罗斯人窜住 他往粥里面倒蜂蜜 人家茶里都是蜂蜜 我是发现了俄罗斯人对蜂蜜的使用程度 就好比咱们中国人做饭放酱油一样 不过这一大家的有了我这个中国人加入以后 他们的餐桌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三鲜紫然肉片 茶叶蛋 甚至包括他们饭后喝的茶 都是我给姥姥姥从咱们中国拿来的枸杞丧肾人参茶 这二位老人那也是吃都好 从此那是天天喝呀 看我章玩发小 怕我恶爱特意给我带的炒土豆片 圆冬炒肉 死不戏不易了 甚至这在俄罗斯只有皇室贵族寡头才能吃起的黑鱼子 我都让他们实现吃饱自由了 因为这是咱们国内养殖 专门出口欧洲的黑鱼子 主要俄罗斯人是真愿意吃这玩意就这一个鱼子 绝对把他们征服 你瞅瞅一个个吃的 他们的早餐真狠 哦 别把你骂 光光干鱼子 黑鱼子 红鱼子 就是俄罗斯人的早餐 怎么吃 让我如何下口 主要这玩意我是接受不太了 黑鱼子勉强能下口 那红的直接吃不了 老兴了 但俄罗斯人是真拿这玩意当包 说这玩意营养价值老高了 不过我心话了 关键的舌到底能享受了啊 不过我还是把这一家人 常吃常喝的东西给你们放左下角购物车里了 黑鱼子 蜂蜜 还有枸杞桑生人参茶 没准有能享受了的呢 这么多 大黑鱼子 可哟 老一个人看着呢 闲着孙女吃黑鱼子吃太多了 他记得 那些不几个月了 吃哪一克拉 不能知道 那些都不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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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了 好的 不准备了 那些都不准备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准备了